就不是她 你怎么办 她自己都不能够确定到底是不是她 因为你没有见到她本人 有可能就是你的朋友在关心你 你已经产生很多幻觉了 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 她为什么不当面给我呢 我的朋友的话 我确定对她回来了 这个女生实在太自暴自弃了 不就是个恋吗 多大的事啊 谁还没试过几次恋 你为什么你就为了一个爱情 就把自己人生全扔了 你用生命去恋爱吗 如果你要认为一个恋爱对象 就是你生命的全部 那我跟你说 你走向毁灭的步伐 那就是魔鬼的步伐 一步一步似爪牙 对待失恋最好的方式 是努力向前过得比她好 是不是 你睁开眼睛 把眼泪擦干净 把自己头发咕上 扎上 给我津津伸伸伸的开门 微笑面对 变得更加的漂亮 让她今后后悔 失去你 这才是一个聪明的女孩 应该做的事 这样是不是精神多了 是吧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她要是今天没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没来我就 回去好好 好好过 怎么好好过 把自己状态调整好 身体调整好 然后 找一份工作 那如果她要是今天来了 真是不幸 对家宾们严重 她真的 有家庭 怎么做 我希望她 她好好过 那你呢 我也回去好好过 对家宾们严重 对家宾们严重